10月20日,匆匆洗漱后, 从头天晚上预定的机场穿梭巴士,沙特拉巴士,提前两个小时前往机场,虽然住的机场路和酒店离机场很近,10分钟就到了,但多年来国际旅行的习惯,乘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凝早误赶,提前到达机场车站喝杯咖啡或拍拍照,时间很容易打发,比赶路担心误了航班或车次强多了。 我们的飞机滑向起飞跑道,起飞了,飞机票是三天前用信用卡在网上预定的,今天乘坐新西兰航空公司Air New Zealand 9.15直飞澳大利亚凯恩斯的航班,距离大约3600多公里,飞行时间五个半小时,在凯恩斯时间11点50抵达。 奥克兰飞往凯恩斯的航班每天都有,大部分航班都要在悉尼布里斯班转机,飞行八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直飞的航班不多,机票也贵,我耗不起时间,当然要买直飞单程机票。 澳大利亚国内航线的机票通常只含首提行李,不包括拖运行李,拖运行李要同时买行李票,比登机时拖运行李费要便宜。 明镜需要点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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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点灯。 飞机准时起飞了 座位前的屏幕显示 我们将在大约五个小时之后 在当地时间11点25 抵达凯恩斯 飞机现在 在飞越珊瑚海 沿着澳大利亚大陆 昆士兰州的东海岸向北飞 下面就是世界上最大最长的 自然奇观珊瑚礁群岛大宝礁 Guriburirui 美丽的大宝礁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一东 北从南尾10度附近的托雷斯海峡起 南至南尾24度附近的南徽归线之间的热带海域 沿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线绵延2300多公里长 东西宽20公里到250公里 北端在凯恩斯附近离海岸较近 最近处仅16公里 南端离海岸最远处有250公里 大宝礁在2500万年前形成 不断扩大 这个由几十亿只小珊瑚虫建造的珊瑚岛群 宇航员在太空中用肉眼都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从空中俯瞰 珊瑚礁岛宛如一块块碧绿的翡翠 熙熙生辉若隐若现 如燕里的花朵怒放 在碧波万景的大海中争奇斗叶 珊瑚海的海水和通常看到的海水的蓝色不同 如何形容的宝石兰一样的珊瑚海水 1606年 西班牙人首次发现了这片迷人的水域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开发活动 成为令全世界旅行者 心持神往的度假圣地 被评显为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 1981年登陆世界自然遗产 大宝礁地区有许多旅游城镇海滩 吸引着大量旅行者前往 每年有10亿美元的旅游产值 凯恩斯河阿尔利海滩 是前往大宝礁的南北两大门户 大宝礁水域共约有大小岛屿近千个 其中以利泽德岛 荷林岛 邓克岛 海曼岛 汉密尔顿岛 惠森迪岛 赫伦岛 林德曼岛 伊利特女士岛等较为有名 如果把那些种类繁多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 落潮时才显露的大大小小的珊瑚礁石都计算在内 据说有2900多个 珊瑚礁群岛水域整面积达34万多平方公里 为6000多种海洋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的家园 大宝礁是澳洲游玩的第一首选 这里的最佳旅行时间为4月至10月 这个时期气候稳定 晴天较多 实际上是属于热带气候的大宝礁 全年都可以观光 在凯恩斯基周边岛屿和阿尔利海滩圣灵群岛地区 可以进行浮潜潜水 乘坐透明的玻璃缸底船或者半潜水艇 近距离观赏闻所未闻从未见过的多种海洋生物 可以乘坐小飞机或者直升飞机 从空中近距离的欣赏这些珊瑚礁 可以乘船登上珊瑚礁岛在沙滩上漫步 想想这期节目就抑制不住 兴高采烈 Kamboili 闻高采烈 不忽潜入了珊瑚海中 看到了那些我从未见到过的 美丽的珊瑚海的生物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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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降落前 最好填写好澳大利亚的入境卡 澳大利亚入境和新西兰不同 我持德国护照 无签证入境新西兰 可连续停留最多90天 入境澳大利亚 也无需签证 但必须提前在网上申请 电子入境许可 可连续停留最多90天 中文字幕提前在网上申请 是美麗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像很像人家 您可以看到 您可以看到 是的 您可以看到 您可以看到 我只想看到 您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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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转了个大弯掉头向南 准时在凯恩斯机场降落 乘出租车去了凯恩斯南边的郊区入驻旅店 要用澳大利亚货币付款了 澳大利亚原如同新西兰货币 是用锯纸塑料印制的 是世界交易量第六大货币 一欧元兑换1.5澳大利亚原 人民币一元兑换澳大利亚两毛一分 在网上预定的这个独家村旅店 位于凯恩斯南部市郊 这是办公室间小卖部 办好入住手续 要在这个独家村的木头公寓房子里住四夜 共计316澳大利亚原 有厨房、厕所、浴室、卧室 店主是位五六十岁的澳大利亚玛达姆 幸福师就搬送银在着 一客户房上预备 你呢 我们可以做的 调节其实是最好的 福利亚原始上预央 放下行李稍事休息 乘公交车去市中心地区 坐到终点站凯恩斯医院 沿着滨海大道向港区的码头方向走 这一带是凯恩斯的中心地区 凯恩斯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滨海城市 1876年诞生 以当时昆士兰总督威廉·惠灵顿凯恩斯之名命名 早期是矿工前往赫金森金矿的中继补给站 以后发展成为出口折糖黄金矿物和农产品的海港城市 今天的凯恩斯人口约16万 作为大宝礁北部的门户 旅游观光业尤为发达 前往最近的大宝礁的绿岛 乘船仅45分钟 凯恩斯北边的热带雨林区 丹翠国家公园 也是世界自然遗产 霍兰达是位于凯恩斯北部27公里的小镇 以热带雨林景观为主 一条7.5公里长 悬挂于世界遗产的热带雨林上的观光缆车到达霍兰达 这些都列入了雷雷的凯恩斯的旅行计划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可去的景点 那就要看看有没有时间去了 沉总额 国大师 麒麟 阿 Sver 海边矗立着一座纪念二次大战参战的凯恩斯阵亡者的纪念碑 家乡永远不忘这些子弟 这些子弟们都不忘了 这一带是港口码头附近的几条大街 是凯恩斯的中心地区 分布着商店超市酒吧餐厅 娱乐场所旅行社租车公司等等 在租车公司租了一辆南朝鲜的线带 开到很大一家超市对面的 这家广东风味的海鲜酒楼进晚餐 海鲜大餐挺过瘾的 然后去对面的超市购物 度假村的旅店有自己的厨房 但是早餐必须自己准备 晚上也可以自己做饭 所以要买很多好吃的楼 要在那里住四天哪 开车回去出了点麻烦 黑咕隆咚 导航仪嘛也和新西兰的一样 看着就很落后 估计已经到了旅店附近了 但是在岔路口转了三个圈 就是找不到路 看到路边一家商店亮着灯还在营业 进去向一位售号员 澳大利亚老兄求助 澳大利亚人讲的英语 与中国的河南话有的一笔 方言口音很重的 和我这个讲德国签 带着北京口音的英语的外国人 两个人的沟通 竟然还没费多大的劲 互相都听明白了 这位老兄告诉我 应该如何设定导航仪 明白了 旅店的地址虽然是凯恩斯的地址 但是用澳大利亚导航仪设定地址 不能设定凯恩斯 然后设置街道名字 而是要设定旅店所在的 那个区的名字 怀特洛克 然后设置街道名字 这澳大利亚人的思维和欧洲 还真不一样 看来必须要入乡随俗 否则找不到回家的路 安睡一 天还没亮 竟然让小鸟的鸣叫声给吵醒了 睡不着 起来去散步 好好看看 这个休闲公园里的度假村 未经设这儿 我们下新节目的地址 进行的地方 那么久不着 我们下新节目的地址 看起来 明率万一 但是也不落在地址 随时 大家 因此 大利亚人的地址 好 都不能够 放在明天的地址 每天 都不及 鸟 这是我住的木头房子 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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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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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交通不太方便 公共汽车间隔时间很长 如果错过了等下趟车 要损失很多时间 不过我租了车 今天 10月21日早餐后 开车去市中心的港口码头 乘船去游览大宝礁 著名的珊瑚岛 格林岛 Green Island 就是绿岛 车开到港口码头 轮船公司售票大厅附近 停好了车 今天的游客很多 大部分是去大宝礁的绿岛游玩的 我选择了大猫公司 Big Cart的一日旅游套餐 9点出发 包括乘豪华高速游轮登珊瑚岛 上午11点15 乘坐透明的玻璃缸底船 然后乘坐半潜艇 下午3点45 乘船返回凯恩寺 在绿岛停留5个多小时 票价大约是6、70澳大利亚元 此外还有潜水肤浅等活动 我计划到了阿尔利海滩 再参加这些项目 大宝礁水域的绿岛 位于凯恩斯东北方27公里 是一座面积不大的珊瑚礁岛 最长处660米 最宽处260米 由于多年的旅游开发 成为大宝礁一座知名的珊瑚岛 以其沙滩上细腻的白沙闻名 码头上停泊着不少游轮 我们的船在A4码头 拍摄工末日期nants 劲目标 видите 外的低水之旅 拍摄车选的 广角时��窃进� 支撃札 停尼 厙与 地窂 斗 这里 流箱 ogi 其 排断 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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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绿岛之行的主要节目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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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波浪 随着波浪起伏若隐若现的那个小岛 就是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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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